在最近几天中国足球遇到了很多的问题,大家都关注的国足热胜赛遗憾地输了球,同时我们的国庆119也遭遇了失败。 在曼谷杯的比赛中,中国队对几手战输给阿联球之后,次战又输给了约旦,两场比赛中国队一个球也没有打进,而且面对阿联球的比赛,中国清联社正都没有,这点和国足面对塔塔尔队一样,也是联球门范围,之内的打门都没有。 话而言之,对手的门将相当的轻松,现在国庆的主帅是本土教头陈耀东,我们也都知道,陈耀东这次带领国庆来泰国的目的,是为了更好的热身,一应对下个月就要开始压青赛。 第二,对于压青赛陈耀东知道,也是有自己的看法,他表示失败并不可怕,最主要是可以看的球队的问题还有谋和战术,同时还能了解到同类型的亚洲对手。 而谈到本届压青赛的目标,陈耀东表示要打进四强,这就是球队的目标。 谈到接连输球之后,陈耀东表示这几个对手的实力都很强,现在中国足球的水平在亚洲属于二流甚至是二流后,我们要看清楚自己的能力和实力,不过还是要有信心的,只要准备充分好好发挥还是有机会的。 谈到压青赛的时候他表示这次来到泰国也是有很重要的目的,因为压青赛在燕尼,两国的气候也是很相似,所以来到泰国也算是提前适应,其实陈耀东说的话也是没有错的。 在维迪成为中国足协主席之后他说出目标,要让,国足在几年之后就成为亚洲一流强队,当然后来他离开被蔡振华,指代之后这样的目标也没有了结果。 现在看看阿联酋,泰国在决击,卡塔尔,物资别克斯坦,这几年的进步也是相当快,算是日本,韩国,沙特和伊朗等队,国足在亚洲的排名下降,实力更是不如对手,说是亚洲分流也不为过了。